今天是其中高雄三合市場內 下午三點多 一輛白色轎車 急急從巷內開過來 後方一輛機車追上來堵住 轎車倒車想要離開 但騎士這時追過來 打開副駕駛座的門 整個人塞進車內 和車上一對男女激烈拉扯 這時轎車失控往前 撞上攤位停下來 男駕駛下車 副駕駛座的女子也跟著下來 機車騎士又再度跟女子拉扯 警方來到現場 女子坐在車上崩潰大哭 機車騎士也在 怒斥轎車駕駛撞到她還跑 本來以為是行車糾紛 但警方將三人帶回所內了解 發現原來是機車騎士 看到前女友被轎車駕駛載走 才會在後方尾隨轎車 一路跟到市場內 要和開車的駕駛理論 機車騎士 酒測直潮標 被前女友和轎車駕駛提告 傷害恐嚇跟回水 也因為自己酒後失控吃醋 汽車追逐 被警方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消息宣諸位大股仙高雄報導